不能夠回來台灣投票 限縮他們的公民權 這是荒謬的 這就是民進黨政府在激怒兩岸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是荒謬的 大家可以看到拿美國綠卡的 拿加拿大豐葉卡的 拿日本居住證的 都可以在台北實行他的公民權投票 我們這麼多的台商在大陸 在地做生意打拼 卻不能夠回來台灣投票 限縮他們的公民權 這是荒謬的 這就是民進黨政府在激怒兩岸的政策 進一步的激化 敵視我們兩岸的這種關係 這樣對台灣絕對不利的 兩岸關係要和好 我們台灣的經濟才會更好